好的 观众朋友比赛开始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来自于世界上最著名的魔兽职业战队联赛 WCCL新赛季第15赛季第五轮的比赛 由WE对阵Wicked 这是双方单打场次的第二个大场 第一大场是SKY2比0战胜号的先拿第一分 第二个大场现在TED是1比0领先于Nicker 双方第二局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地图是远古岛屿 出生点方面 暗夜精灵Nicker在右下角的五点蓝色 黄铃选手蜘蛛鬼王TED在左上角的11点黄色的黄铃 这边这个比亚位置和那局HOT一样 如果有一只狗来一下的话也是很痛苦 所以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要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你在抓这个经济建设的同时 这个国防也要跟上才可以 前面就是过于经济化的路线了 其实不管在什么游戏里面都是这样一个道理 就是你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就是攒经济和宝兵的平衡点 就像在大服务里面金钱是很重要 但是卡片道具同样重要 对 那个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军事攻击的手段 而上一盘我们看到这个Nikid他主要就是在游戏的前期有了优势之后 中后期就有点虚忽待遇 他总认为亡灵这一波肯定打不死自己 结果就被打死了 攒一下 再编一下 再忍一下 好了 完了 好 这样泰的早期没有拉任何东西过来干扰 这样这个平衡也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打扰 现在开始正常链断首发英雄是选择了恶魔猎手 这边的话仍然是一个狗流的开局在远古岛屿上 仍然是第一时间的死亡骑士 我死期看到恶魔猎手的话 没有太多的发挥余地 像这样子的开局恶魔的时候 还是狠克蜘蛛的 你本身狗转蜘蛛就很慢 看看这个带的这一盘会不会选择天际双轨 进入射程 被吸了50 死期选择光环 嗯 既然你抽 那我就有光环吧 那选了光环之后 死期对对方的威胁就不大了 主要还是骚扰你 对 找了两个这个骷髅 这骷髅要分开跑 知道你没光环 嗯 而那边爆了骷髅之后 也确是生断了 两极 嗯 你在没有死亡残骑的情况之下 小清兵想什么时候爆 什么时候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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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